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今天我们继续基于百度比资UI设计实战课程的一个讲解 我是你们的主讲老师王波 那么前一堂课我们主要就通过解决了一个什么问题 自定义组合空间和这个什么Squaller无忧解决了一个滑动冲突的问题 那么这一堂课我们继续新的一个问题 就是在这个Squaller无忧中嵌踏这个根的无忧 实现这个页面的什么整体滑动 OK,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堂课的PPT 那么Squaller无忧嵌踏这个根的无忧实现页面的一个整体滑动 那么可能就存在一个冲突点,可能大家都知道 那么这个冲突点主要是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Squaller无忧或根的无忧都能滑动 那么当我们手指上下滑动这个屏幕的时候 到底该响应这个Squaller无忧还是这个根的无忧呢 这就是我们要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说到底该响应谁,对吧 那么解决这个冲突的话 可能主要我们这个思想就是这样的 那么首先就是怎么样呢 加载那个Gard无忧的整体高度 也就是说我们在给这个Gard无忧设置这个适配器的时候 我们就算出什么 这Gard无忧的一个整体高度,对吧 然后第二步干什么 那么禁止这个Gard无忧的滑动 第三的一步允许这个Squaller无忧的滑动 你想啊 那么只要在这个一个页面上 我们有一个能够滑动的组件 那么这个页面是不是可以滑动了 那么因为我们当前怎么样呢 计算出了这个Gard无忧的整体高度 OK 那么下面我们就通过代码来做一下这个功能 那么既然是这样 那么首先我们就需要怎么样呢 我们重写这个Gard无忧 所以我们需要重写一个类啊 重写一个类 重写这个Gard无忧 MyGard无忧啊 MyGard无忧 取个名字叫Gard无忧 那么这个类继承于哪个类呢 就继承于这个Gard无忧这个类啊 继承于这个Gard无忧类 然后继承这Gard无忧类之后 在这个里边我们实现怎么样呢 有两个参数这个构造方法啊 实现有两个参数这个构造方法 OK 实现有两个参数这个构造方法 那么实现之后 在这个里面我们知道重写这个无忧的时候 我们要确定这个无忧本身的一个尺寸的话 我们重写的是哪个空间呢 是不是叫做什么 on on什么 onMayer 对吧 这个函数 onMayer 这个函数 我们是通过这个函数 它一个主要的功能就是干什么呢 确定啊 页面的一个整体尺寸啊 页面空间的一个尺寸啊 确定尺寸的对吧 这个是确定尺寸的啊 确定啊 尺寸的 确定这个尺寸的 然后我们在这可以怎么写呢 很简单嘛 我们就声明一个 int int什么呢 给它声明一个 一个speak 什么呢 我们给它 声明一个变量 这个变量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当前期望的一个什么高度 对吧 那么这个高度 实际上我们就可以怎么做呢 要用这一个叫做Mayer spec 点点什么呢 点这个有一个方法 因为这一个Mayer spec这个类的话 它有三个函数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啊 在这个桌面上 我跟大家做了 它有三个函数 第一个函数 就是一个get mode 对吧 它根据提供的一个测量值 格式采取模式 对吧 第二一个的话 主要就是通过提供的测量值 提取这个大小 对吧 第三的一个 就是根据提供的大小的值和模式 创建一个测量值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说要计算出的是整体的一个高度 所以说我们就应该怎么样呢 调用这第三的一个方法 就是Mayer Mayer spec 这一个方法 对吧 OK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调用这什么 Mayer Mayer spec 这个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有两个参数 那么第一个参数什么意思呢 它antisize 也就是说 是这个整体大小是多少 对吧 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什么呢 integer 变什么 max 这个value 向右移动两位 那么这个地方 就涉及到一个位移的一个操作 实际上一个位移的操作 那么为什么使用这个值位移两位呢 那么实际上就跟着这个Mayer Mayer spec 这个函数 这个前面这个size有关 因为它一共是一个32位的 前两位的话 它保存的是什么呢 测量的一个模式 那么后面这30位表示什么呢 是一个测量值 那么这个测量的模式 我们可以怎么写呢 还是使用这个 使用这个呢 叫做Mayer Mayer spec 点什么 它有三个测量模式 第一个测量模式 表示什么呢 就是一个具体的值 对吧 OK 表示是一个具体的值 然后怎么做呢 我们就可以将当前我们期望的这个高度 设置成什么 设置成当前这个地方 就说 这整个什么呢 这整个空间 要需要返回的一个高度 这样的话 就将这个Gear的位置 设置什么东西 设置死了 对吧 这个高度设置死了 每次说 在这个加载这个Gear的位置的时候 我们就会计算出它这个整体高度 计算出这个整体高度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想一个问题 对Gear的位置在高度完全暴露的情况下 它会不会滑倒 它是不会滑动的 对吧 OK 那么也所谓说 这样就解决了这个Gear的位置 或者这个Square的位置的一个什么呢 一个程度的问题 然后我们就到哪个地方呢 就在我们上一堂课的这个Homon Fridgment里面 这个里面怎么样呢 来编写这个什么Gear的位置对吧 那么编写这个Gear的位置和前面是一样的 怎么样呢 我们就需要一个什么 一个这个包名啊 一个包名 一个包名怎么样呢 一个包名点什么 点这个类名对吧 包名点类名 OK 包名点类名 然后怎么做呢 我们就可以首先确定这个ID的值 对吧 阿尔法加ID什么东西呢 该取个名字叫做MyGear的位置吧 然后给它设置一个宽度 宽度什么呢 叫做FairParent 然后再给它设置一个高度 高度给它设置成了 还是设置成一个FairParent吧 OK 这样就设置出了这个Gear的位置 因为上面的时候 我们使用的是个RelativeLayout 所以说 下边我们还要给它设置一个什么属性 叫做Below 对吧 我们要让下边的这个Gear的位置 处于上边的这个什么呢 处于这个MyScore 这是广告的这个什么呢 这个空间的这个下边 OK 这样的话 就整体的一个什么呢 布局文件 我们就写好了 对吧 那么写好整体的这个布局文件之后 然后我们就怎么需要怎么写来 在这一个里边 我们就需要怎么样呢 OK MyGear的Wheel 对吧 MyGear的Wheel OK 因为没有导这个包 我们首先随便给它命个值 然后Country Shift O导进包 然后怎么样 把这两个值删了 然后就怎么样了 让它自己去生成这个空间 对吧 OK 然后怎么做呢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函数里边 怎么样 找到当前的这个空间 对吧 找到当前的这个空间 OK 那么这就是Wheel 点什么 点飞 发音的Wheel 8ID 对吧 2点什么 2ID点什么 MyGear的Wheel 对吧 OK 这样就找到了这个空间 找到了这个空间 那么这是Gear的Wheel 那么Gear的Wheel的使用方法中 我们知道 除了除了找到这个Gear的Wheel之外 我们还需要怎么样 我们还需要编写一个适配器 对吧 没有适配器 但这个数据怎么适配呢 对吧 所以说 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怎么写呢 这个定义一个类吧 ProvateClass XS啊 叫做什么呢 MyAdapt 啊 取个名字叫做 叫做MyAdopter吧 这个Adopter怎么样呢 Xtans啊 嗯 这一个类啊 My 我看一下这个是不是写错地方了 X tans 一个tans是什么呀 Base啊 Base 怎么这个提示出问题了 然后我看一下啊 是不是我写错位置了 哦 对 上面已经有了 对吧 上面已经有了 那么下边的话 我们可以怎么写呢 ProvateClass Adapt啊 对吧 然后怎么样 让这一个类 G乘于什么呢 G乘于BaseAdaptor 对吧 G乘于Adaptor 这一个啊 我们这个说明一下 是哪个的适配器 对吧 Scared的适配器 对吧 这个是什么 叫做Gear的Vo的适配器啊 的适配器啊 适配器 第二个就是Gear的Vo的适配器 然后怎么做呢 在这个里边实现这个 未实现的这个方法啊 这个里边实现这个 未实现的这个方法 OK 这个方法我们就怎么样了 哎 因为我不喜欢看这个 我一边都喜欢 叫做山尿啊 然后在这个里边 就开始声明啊 Context的吧 声明一个上下文对象 对吧 Context啊 Context一个上下文对象 然后还需要声明一个 什么东西呢 Layout什么 Inflator啊 Lay Layout Inflator啊 这个参数 那么这个参数是干什么的呢 主要就是一个布局管理器 对吧 这个布局管理器啊 Context 这个是布局管理器 然后怎么样呢 我们就可以AD APTR 怎么样呢 写一个构造方法 对吧 给这个类写一个构造方法 然后怎么样呢 获取上面传下来的这个什么呢 这个对象 对吧 那就是this点 什么context 等于什么 context 对吧 这就是这一个啊 这么写的 然后下边怎么写呢 我们就可以找到啊 this点什么 this点啊 context啊 点什么 get是吧 get system servers 对吧 system servers 那么这后边这个叫什么 context 点什么 Layout inflator啊 Layout inflator 这样就出示范 这个布局管理器 和这个上下文对象了 对吧 然后怎么做呢 我们就可以在哪个地方呢 在这个地方吧 我们给他写一个方法 叫什么呢 叫rinit吧 rinit gird啊 grid啊 gird date吧 我们就写一个 给这个gird 我有怎么样呢 初始化数据的一个方法啊 初始化数据的一个方法啊 那么这个方法叫什么啊 还是要说一下啊 初始化 gird 无有的数据啊 初始化啊 啊 初始化 什么呢 grid啊 grid啊 gird 无有什么呢 数据 对吧 初始化 各的无有数据 那么假设啊 因为这个地方只有一张图片啊 因为原来这个百度地图上面 它是有什么呢 它是有文字的 对吧 那么这个布局的话 你们到时候写一个布局模板就可以了啊 在这里 我为了简单的话 我就只给你们怎么样呢 做一个图片吧 一个图片 一个文字 实际上也可以给你们多写一点啊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来写吧 待会儿我们把这个布局模板写好 假设啊 我们上面有怎么就怎么样呢 假设啊 这就有什么呢 我们在这定一个啊 定一个包吧 这个包叫什么 名字呢 叫做ntidy 这个包吧 定一个实体啊 nty啊 ntidy啊 ntidy这个包啊 在这个包里边 我们可以怎么样呢 定一个实体啊 这个实体有什么呢 叫做home guard吧 随便取一个啊 home guard吧 这个实体啊 那么在这个实体里边怎么写呢 我们就把上边的这个什么 provet啊 provet什么 provet is string 对吧 string啊 上边是这个什么呢 emg啊 图片 大家记住一点啊 在这个地方 这里是什么呢 这是图片 对吧 这是图片啊 这是图片 如果是在做正式开发的时候 这个地方 这个图片应该是个string类型的啊 因为这儿我们是进行模拟 所有的实话 怎么说呢 我们可以定义成个rnt类型的 因为我们这个数据存在于本地 对吧 因为我们这是一个ui过程 如果是正式做开发的时候 这个地方可以定义成string啊 string string的一个路径啊 第二个地方干什么呢 叫做provet provet什么呢 第二个就是描述 对吧 对这个图片的一个描述啊 这个最好是呢 in intradios吧 intradios啊 图片的一个描述啊 描述啊 这个是什么 对吧 描述 ok 那么这两个写了之后 下面怎么做呢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实体里边怎么样呢 ok啊 实现这两个方法啊 实现这个实体里边的两个方法啊 实现一个全餐的 一个无餐的 然后怎么样呢 再实现这个实体里面的get set方法啊 get set方法 这样这个实体就系好了 那么如果是你在页面之间设计了什么呢 设计了要数据的一个传递的话 那么你这这里就需要怎么样呢 这里就需要训练化一下啊 就需要训练化一下啊 serserable 这我就难得写了 算了我就不写了吧 只因为我们这不需要传递实体 我们只需要用这个实体就可以了 实际上如果是你页面数据之间的进行传递的话 这儿要实力化一下 这是impromiserable那个参数对吧 然后我们这地方可怎么写呢 ore吧 ore list吧 随便整个ore list吧 ore list的一个对象是什么 就是一个homonger的对吧 homonger对象 然后我们这个该取个名字叫什么呢 gird date吧 gird date 等于lue一个什么东西呢 等于lue一个什么 lue一个ore list的这个对象吧 lue一个ore list的这个对象啊 ok lue完这个对象 那么lue完这个对象 然后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里边来怎么样 来实力化这个对象 对吧 假设我缝一包吧 我全部能同一张图片 因为这个为了集省时间啊 i等零吧 i小有多少 i小于十吧 i++ 对吧 i++ 然后我这个下边怎么写呢 我就可以这么来写啊 我就可以怎么写呢 就是homonger的每一次怎么样呢 我就实力化一个这个对象 对吧 得lue一个什么呢 lue一个什么 homonger的这个对象 对吧 然后怎么写呢 gird点set什么 set image对吧 假设我只敢弄一张图片吗 alpha id点什么东西呢 alpha drawable啊 因为是我们引用的是个图片 对吧 引用的是一个图片 假设我们就弄一个卡通吧 卡通这个图片 然后gird点什么东西呢 set set introduce对吧 整个卡通啊 卡通 因为我们这样命名玩值的话 那怎么样呢 每一个上面啊 都是这个值啊 不信我们看一下 绝对是这样的 每一个上面都是这个卡通 然后这个图片 然后这个值 因为我们为了方便啊 然后怎么样呢 我们就可以将这个值怎么样 装到上面的这个 release这个对象里边去 对吧 点什么add 对吧 add什么gird 直接把这个装到这个对象里边去 对吧 OK 装完这个对象的时候 然后我们下边就可以怎么来写来 下边就可以这样来写 下边在哪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对吧 这一个返回的是什么 当前的这个数量对吧 OK 这时候到底有多少个iterm 对吧 那么这一个啊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啊 position啊 pro型啊 我经常都喜欢把它改了啊 这个叫做什么呢 gird啊 gird啊 gird什么 gird date 点什么 它因为它返回的是一个对象 对吧 直接返回这个东西就可以了 那么这里 positl1啊 tl1啊 这里是pro型 这个就是返回什么呢 当前的这个什么 位置 对吧 位置 然后这个叫什么呢 pro型啊 positl1啊 pro型 第二一个什么叫做converview对吧 看啊 它是一个view啊 conver什么呢 converview这个对象 第三呢 一个什么呢 vigroup容器对吧 parent啊 parent 实际上在这里边 我们就可以怎么来写呢 这就可以写个if语句 对吧 if语句 if什么呢 if这个什么 converview如果等于空 也就是加载什么呢 等于空啊 就是在加载这个第一屏啊 第一次加载第一屏数据的时候 这个是第一次 在什么 在加载啊 在加载 加载什么呢 这个什么 第一屏啊 第一屏数据的时候 时候是不是掉用这个函数啊 掉用啊 这就是在加载第一屏数据的时候掉用这个东西 因为它还为空 对吧 如果第一屏数据要显示十条的话 所以说这个怎么东西呢 这儿就要执行十次 对吧 那么这个怎么来写 那么converview是等于什么 inflator上面这个布局管理器 点什么 inflator 是不是找到当前的什么啊 这是r点layout 点什么 找到当前的这个布局模板 对吧 因为我们这儿呢 是没有这个模板的 对吧 因为这儿是没有这个模板的 于是我们怎么做来 可以在这儿怎么样 随便来改一个啊 cancel吧 我用这一个来改 简单一点啊 改一点随便啊 随便怎么写都会对啊 这个是不会错的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们怎么写呢 写个home啊 home什么呢 grid homeguard 什么呢 item 是吧 这个就是homeguard的item homefrigment啊 是这个frigment frigment 对吧 frigment frigment gguard item 这是这个页面的标注 这个item 对吧 那么是这个页面的 这个item 然后我们怎么改呢 因为它只有两个空间 我们看到对吧 第一个空间叫什么 叫它这个叫frigment啊 假设这个叫frigment 下边这一个无所谓 因为这是item 怎么写都不会出错啊 frigment 然后这个可以去掉 对吧 为了引起不影响大家 然后第一个叫做什么呢 叫做image view 对吧 实际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使用了一个呢 就可以使用我们上边啊 我们以前不是介绍这个框架吗 要加载这个图片 对吧 防止这个oo异常啊 防止这个oo异常 以及做这个内外部k系 对吧 那么怎么来写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哪一个呢 稍等一下啊